而且是的話我們盡量從中間 讓它沒有辦法再重複來 用不到的口罩空紙盒 通通撕成好幾片 儘管近期疫情趨緩 仍不少民眾有買口罩需求 但現在傳出 還有人專門收購口罩空盒 就怕是為了拿來填裝 來路不明的口罩 再轉賣出去 蠻驚訝 我說我們怎麼會有空紙盒呢 我就有警覺到 其實這個可能會變成 就是說張官李戴 就是說盒子裡面裝的 也不是這個廠商製造的口罩 不只收購口罩紙盒 還有藥商在臉書呼籲大家 別被仿冒口罩騙了 就是這款立體兒童口罩 被發現盒子上的資料 統統都是假的 貼文藥商表示 網路上有錄製口罩 假裝台灣口罩 工廠地址標示不實 製造商也在2016年就解散 工廠查詢根本找不到 配合的醫藥廠商 他是有在賣這一款口罩 可是他是宣稱是大陸口罩 可是我在網路上是看 蝦皮跟臉書販售的部分 到以台灣的名 等於台灣口罩來販售 就覺得很奇怪 還有許多人都會以口罩上 有沒有MED in Taiwan作為評判標準 但其實剛硬也可以味奏 無論是合格的國產或進口口罩 外包裝都會有衛福部的 衣材核准字號 尤其循正常管道購買 才不會受騙上當 去找朋友的消費一台北報導